韓江沛事前有一篇跟黨中央溝通過嗎 溝通過 那黨中央能理解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也非常謝謝江啟臣委員 發揮了大五位的道德勇氣 一起來承擔這樣的一個挑戰 市長怎麼看現在是負虧其實有意的 想要爭這個院長的位子 我們對於個人的想法不予評論 我跟江啟臣聯手是希望 立法院能夠讓人覺得煥然一新 有強大的改革的動力 要做全國民眾的立法院 忠實的反映人民的需求 帶動整個國家前進 所以個人其他人的想法 不是在我們考量之內 我覺得江啟臣委員有點寂寞 你們問他兩個問題好不好 市長連外市主席 市長主席的溝通都沒有問題 有溝通過 那下禮拜一應該會有一個 黨內所有的立法委員的一個集會 到時候大家應該可以心中有話 把河盤脫出 江啟臣聯合發表的臉書 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有最大的誠意 來扮演好忠誠的反對黨 800萬的台灣民眾 期待我們能夠扮演一個忠誠反對黨 能夠監督執政的民進黨 做出一個最有效的檢測 那既然我跟啟臣聯手 也跟民眾黨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能夠藍白和 江啟臣委員不光是鼻子大 他心胸更大 他立刻又放出 然後讓民眾黨來跟我們藍白和 這都已經釋出最大的上衣 而且是真誠的 不虛偽的 我們就這個組合 來迎接未來立法院 政府龍頭的一個挑戰 那也尋求最大的支持 我們會雙進雙出 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理念